《司马光杂纲》 对这一事实的可能性却也不难得出相对客观理性的判断 一天 七岁的司马光跟小伙伴在后院玩耍 其中一个小孩爬到大缸上 失足掉到缸里 被水淹没 别的孩子看见都吓得跑开了 司马光却集中生智 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 使劲向水缸砸去 缸破了 水涌出来 小孩得救 故事说起来总是简单 但不要忘记 在慌乱而紧急的情况下 需要迅速砸破水缸 对于一个七岁的小孩而言 其成功的可能令人存疑 张扬 复古玩具的收藏者 也是一位研究历史细节的发烧友 被有历史年代感的物件和故事深深吸引的同时 他对历史故事里的某些细节充满好奇 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确实如此吗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大家都非常地了解 那仔细分析一下 其实司马光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那常人只想到脱离危险的方法应该是让人离开水 而司马光想到的是让水离开人 一方面 司马光的聪明冷静让我们赞许不已 但是另一方面 司马光砸缸救人的细节却让我们充满兴趣 总结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1 砸破的缸是什么样的缸 1.2 宋代具备烧制大缸的技术 1.3 七岁的小孩能砸破大缸吗 带着这三个疑问 我们将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辗转北京湖北两地 采访专业领域的高人 寻找问题的答案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司马光砸的是个什么样的缸 一口钢放置在庭院之中 而且盛满了水 一个小孩爬上去 不幸掉入其中 钢里的水将其淹没 为什么庭院中会有钢 钢里还盛满了水 这口钢能有多大呢 宋史的记载给了我们一个关键的线索证据 那故事的原文讲 光生七岁 根据宋史司马光列传记载 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 按照古时虚岁计算年龄的惯例 司马光当时应当最多六周岁 六周岁的小孩放到现在 也就是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我们走访了亲和一小一年级课堂 在这里宇文老师真老师 正在给孩子们讲司马光砸钢的故事 我们把课文都读了一遍 那谁用自己的话来说说 这讲了司马光小时候的一件 什么事啊 陈一家你说 因为有一个小朋友掉进缸里了 孩子掉进水缸里了 对吗 缸很大 水很满 想想看司马光砸钢救人的时候 也跟这个班里一年级的 小学生年龄差不多吧 非常悲极的 这就属于是一年级的孩子 对 这应该一年级算高的算 中等个吧 还有一些孩子会比他们高一些 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没这么高 现在孩子可能要偏高 你看当时那个钢至少也得 我觉得也差不多这么高 对 来 按大小个 凉身高 一米一五 来 第二个人 一米二零 来 七岁的孩子身高一般在 110厘米到120厘米左右 就算古时候的小孩 个子矮小一些 钢至少也得有一米高 曾老师 您这个司马光砸钢这边 课文教了多少年 讲了七八年了吧 因为每到这个学期就讲这节课 根据曾老师介绍 宋氏原文中记载 群儿细于亭 叶儿灯瓮足跌墨水中 众皆气去 光迟时机瓮破枝 水泵而得活 这么看来 宋氏中记载的跌入水中的小孩 爬上的是瓮并不是钢 这是怎么回事呢 看来我们从小说到大的司马光砸钢 很有可能砸的并不是钢 而是瓮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的是钢 古时候的钢和瓮 是一种东西吗 我们现在大多数听到的是司马光砸钢 但是根据史书的相关记载 其实这个事情最早记载的都是瓮 据有的一些学者研究 大概是在民国的时候 在一些教材上才开始出现了司马光砸钢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钢和瓮其实在形状上是具有一些区别的 钢指大口而长无紧的陶器 佛指陶器表意 弓是升伏将的省略 汉字钢是由形伏佛与升伏弓组合而成的形生字 指的是一种大型的陶制容器 都用来乘米乘水 瓮指一种乘水或酒的陶器 钢和瓮都是用土烧制而成 但外形和用途上都有不同 从外形上看 钢一般是体型较大 钢必成坡形 底部到钢口逐渐张开 而瓮一般是大度口比较小 瓮必成一定弧度 从用途上看 钢一般是家庭盛水装面的 口大摇水挖面方便 瓮一般是腌咸菜做酱的 度大装得多 口小容易密封 像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钢 在古代大多数可以用来 盛酒 盛水 除此之外 这个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消防 用于防火 比如说我们去一些明清的古建筑 或者是看一些影视作品 比如说像大摘门这样的 有一些细节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在家中或者是在庭院里 会放置有一个或者多个的钢 这个钢一般是要盛满的水 这个就是为了方便在着火的时候 能够就近取水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建筑 大多数是砖木结构的建筑 而这个木制的建筑最怕的就是火 古代建筑多维木结构 逢天干雾造 夜黑风大 不但容易起火 还会火势蔓延 殃及四灵 水缸兼具消防设备的功能 因此大缸又被称作吉祥缸 太平缸或门海 去门前之大海之一 如今我们在故宫 还可以看到一些铜制或铁制的巨型水缸 古时候都是装满清水 移植火即可就近取水灭火 据大清汇编载 宫中共有大缸308口 现存只有231口 为防止天冷的时候 缸中的水结冰 延误救火 从立冬到第二年经浙 人们都要给大缸穿衣戴帽 在缸下燃炭保温 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再来看看瓮 那说到瓮 大家往往会想到一个典故 叫请军入瓮 唐朝女皇武则天 命莱俊臣 沈文昌又成周星 与邱神记串通谋反的案子 莱俊臣用了一个以牙还牙之计 请教周星如何让囚犯认罪 周星提议 取一大瓮 用炭火在四周烤 把囚犯放进瓮中 莱俊臣于是对周星说 请禁瓮说话 周星立马磕头认罪 为什么用瓮而不是其他的器物呢 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 在唐代以前 其实就已经有将人装入瓮里的一些记载 那么我个人认为 把人装进瓮里 也跟这个瓮的形质有关 因为它是大副收口 那么人如果进入到瓮中来讲的话 一般的话你自己是很难出来的 从形状上看 刚是长口 瓮是收口 一个六七岁的小孩 掉进长口的缸里更有可能 从用途上看 瓮都用于腌菜制降等 缸都为储水用 而放置在庭院里的缸 更有预备灭火的功能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小孩在庭院里玩闹 掉进的不是瓮里 而是缸里 那么从瓮瓮的史料记载 到瓮缸的现实教材 为什么出入这么大 首先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方言不一样 我们现在可能有些地方 把瓮还是念作瓮 瓮和瓮它们可能是通用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当时的人们 就是说从明清以来 从这个故事出现以后 我们这些普通的居民 他到底是用瓮多还是用瓮多 如果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瓮多的话 那么他在观念当中 理所当然就认为以前的这种钢用的可能就比较多 基本上在这个语言用法上的话 可能倾向于他日常所经常使用的一些器物 知道了司马光砸的是什么样的钢 接下来我们看看 宋代能烧出这样的大钢吗 事实上 对司马光砸钢真实性的质疑一直存在 但有些人证实 某些历史文献中确实出现了水钢的形象 例如湖北襄阳潭西宋墓壁画中的水钢 提形较大并用于生活中 清代许之恒《引流斋说辞》中也讲到 无华至词可分三大时期 曰宋 曰明 曰清 宋最有名之有武 所谓柴 汝 官 歌 定事业 更有君鸟 亦甚可贵 这些史料的记载能证明宋代具备烧制大钢的技术吗 我现在就在故宫博物院找瓷器专家吕成龙老师探个究竟 吕成龙北京物工博物院研究员 陶瓷科科长 中国普陶瓷研究会理事 司马光杂刚啊 我想问您就是 您觉得以当时的这个宋代的 它制词的这种技术 以及它这个典故的由来 您觉得司马光杂刚那个事 属实吗 从中国的制词历史来讲 应该说还是属实的 汉代的时候有一种大的叫钢也好 叫瓮也好 那个尺寸已经是很大的 是吧 这就是一个汉代的 这个高度有60厘米高 口径就40厘米 它是介于陶跟瓷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 一种材料 它用的这个原料也比较粗一些 那它的密度是什么样的 密度来讲肯定不会顺水 这是肯定的 它一般还要挂钮 也得很结实吧 强度比陶器要高 比瓷器要差一点 这个它的强度 据吕成龙研究员介绍 宋代确实具备了烧制大缸的技术 材质应该介于陶和瓷之间 西方人称之为石器 为了进一步了解 大缸的材质和硬度问题 我们又找到了 另一位烧制瓷器的高手 六老师就想问您在宋代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烧大缸的这种技术 那个已经很具贵的技术了 大缸我们定谣 然后移植那儿出土了很多那个 现在所谓的瓮 就是挺高的那种瓮 也得有一米来够 它那个可能是小口的挺高 那种可能是成熟的东西 您看这个我这是 对 您那是瓷 瓷 您那个呢 我这是桃的声音 就是那个密度比这个密度大 那烧制的时候 这个烧它的温度比它要高吧 那是1300度 这个才烧到800度 那您说这个司马光瓦那张 它当时这是应该什么温度烧出来的 而且您觉得能不能砸回来 温度它可能比这个桃 要温度高一些 比咱们现在烧的要温度低一些 比桃的强度大一些 比那个瓷的强度要小一些 它介于之间那种 还容易砸 据技术人员介绍 桃气烧成温度 一般在1250摄氏度以下 密度和强度相对小 瓷器烧成温度较高 最高可到1300摄氏度 密度和强度更大 但是在出土的宋代文物中 为什么少有大钢的身影呢 出土的钢在宋代来说 有但是比较少 现在的考古大多数都是 墓葬的考古 挖掘出来的一些文物 那么钢呢 作为这种日常比较大的一些器具 我认为它是一般来说 没有随葬的必要 宋代的人呢 它是有一种伯葬的一种观念 它可能会随葬一些瓷碗 瓷碟这种小件的东西 但是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家 随葬一个如此大的一些瓷的一些钢 其实是一些没有什么必要的 经过向几位专家求证 我们可以确定 宋朝具备了烧制出储水大钢的记忆 这种大钢的硬度 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 由于宋代烧制温度的限制 它的硬度和密度不及现在 所以用石头打破还是有可能的 钢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的疑惑从物转到了人 一个七岁的小孩到底有多大的力气 他能举起多大的石头 这石头能砸破钢吗 了解了钢 我们再来看看孩子的情况 六七岁的小孩到底能举起多重的石头 那石头砸下去之后 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撞击力呢 哎 压地往上 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老师您回姓 李贵姓刘 刘老师 我们今天有三个一年级的小朋友 想试试他们的力量有多大 有没有适合他们牵球呢 咱们这从三公年 四公年 五公年 到成人比赛的七公年都有 都有 是吧 对对对 那我估计男孩女孩可能分量也不一样 对对对 我要看咱们劲儿 那我们得拿几个咱们试试好吧 来 这边您 好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一个人 喜猎总部 这边 有几个咱们 您 Sta进气费 管跟他 有种 große 这边 不是 心 硕 壮 里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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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测试球从不同的角度落到接触面的时候速度是不一样的 产生的撞击力也不同 张阳选择了30度角 40度角 40度角 40度角三个角度分别进行撞击实验 老师 咱测了半天这个力 这个力量如果放在司马光砸缸上 它那个瞬间力量能不能砸破那个缸 它这样的一个模型和实际的这个司马光砸缸的 那个模型还是有区别的 一般来说碰撞的过程中 这一个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这里显示的只是一个碰撞过程中的 一个平均力并不能够真实地反映碰撞的 那一个瞬间的那个瞬时的力那个峰值 所以它只是一种参考 有了理论的支持更需要实验的印证 我们找来了两口大缸 看看现实中砸缸是否能够实现 工作人员在缸中灌入水 并准备了一些质量不同的时候 我能够 ofけれども 不、不、不怎樣 第一位小朋友个头稍小 看看她是否能够打破大缸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54公斤的石头对小男孩来说还是相当费力 5.67公斤的石头那也就是勉强抛出去了 稍微强壮鞋的第二位小朋友上场了 不知道他是否能够砸破大缸呢 这位小朋友直接拿起了1.18公斤的石头向大缸砸去 大缸出现了裂痕 接下来小朋友举起了2.16公斤的石头 大缸开始漏水了 一鼓作气 小朋友用4.54公斤和5.67公斤的石头连续砸向水缸 刚破了 水涌了出来 两个小朋友接力砸钢 有效击打次数15下 看来想一下把缸砸破是很难的 一共有7次 全开始的时候水小漏 然后最后大石头砸的时候就破了 然后就漏了水大 经历了第一次砸钢之后 我们有三个小朋友进行了第二次砸钢实验 石头从小到大一次砸钢 最终在第11下把钢砸破了 通过实际的测试我们看到 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砸钢这个动作本身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也许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 司马光确实发挥出了百分百的力量 石头质地也很坚硬 同时院中盛满水的钢也不是非常结实 很多巧合的因素促成了司马光砸钢救人的经典一刻 回到千年之前的宋朝 我们从器物 技术 物理的角度对司马光砸钢的故事进行了一番别样的探讯 另起西境印证了历史中的记载 同时我们也更加感叹砸钢救人之举的不义 今天让我们再次为司马光的英勇救人之举点赞 此外 临危不惧 变换角度思考问题 所有这些品质都成就了这段故事里津津乐道的闪光点 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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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